我們昨天新確診的62,080位 感染的 兩位的本土的病例 另外還有30位境外移入的病例 死亡的個案有124個 比前一天都來稍微少一些 今日我們新增是252例的重重症病例 其中143例是中症 109例是重症 另外有124例的死亡 那目前輕症無症狀的 比例是99.68% 死亡個案的部分 124位當中有116位有慢性病史 81人是沒有打滿3劑的疫苗 其中57人是沒有 接種過任何一劑的疫苗 年齡超過80歲的長者 是佔70位 那今天的124例死亡的年齡層是從 90多歲到有一位是小於10歲的這個個案 那 那這位小於10歲的個案是一個9歲的男童 本身 是有先天性的心臟病 那長期在使用這個 呼吸器 那這次是在住院的期間有 檢驗出這個新冠病毒感染 那因為檢驗出來之後 就有這個氧氣濃度 變差肺炎 惡化的一個情形 那不幸因為 原先的這個先天性的心臟病 又併發新冠肺炎 而出現多重器官衰竭而過世 那 這個是我們今天新增的一個兒童死亡的 病例